大家好呀,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家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公司,京盛基电。 如果你关注光伏行业或者半导体设备市场,相信你对这家公司不会感到陌生。 京盛基电在光伏设备领域已经是国内的龙头企业,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它在半导体设备领域,特别是减薄机技术方面的新进展。 首先,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京盛基电这家公司。 京盛基电是一家以高科技为核心,致力于为光伏和半导体行业提供先进制造设备的企业。 作为国内光伏设备的领导者,京盛基电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市场资源,逐渐从光伏设备扩展到了半导体设备领域。 特别是在半导体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上,京盛基电以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前瞻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。 接下来,我们来说说简薄机。 这是什么设备,它在半导体制造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? 简单来说,简薄机是一种用于加工半导体晶圆的设备。 随着半导体器件越来越小型化,集成度越来越高,对晶圆厚度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。 传统的晶圆厚度通常在150微米以上,但随着技术的进步,现在市场上已经开始普及厚度在30微米,甚至更薄的晶圆。 这种超薄晶圆,由于其优异的性能,包括高级程度和低功耗,逐渐成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关键材料。 那么,为什么要让晶圆变得这么薄呢? 这就要从芯片封装的需求说起。 大家知道,随着电子产品功能的不断丰富,芯片内部的集成电路越来越复杂。 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放置更多的电路,芯片封装技术需要不断进步。 以存储器为例,它的封装形式主要是叠层封装,现在的存储器已经能达到96层以上,而每一层的厚度都需要尽可能的减薄。 只有这样,才能在保持整体封装厚度不变的情况下,塞进更多的电路层,满足高性能需求。 但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技术挑战,那就是晶圆越薄,它的机械强度就越低,刚性也会变差,非常容易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变形、裂纹等问题。 传统的减薄机在处理这种超薄晶圆时,经常会遇到各种技术难题,导致良品率不高,甚至可能导致大量晶圆报废。 要知道,半导体晶圆作为芯片的基础材料,其加工质量直接决定了最终芯片的性能和良品率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晶圣基电推出了它们的最新产品,W6GP12T简薄抛光设备。 这台设备的最大亮点,就是它能够稳定加工12英寸,30微米超薄晶圆。 要知道,30微米的晶圆就像一张非常薄的纸片,稍微用力就可能折断。 而晶圣基电的新设备,不仅能够精确控制晶圆的厚度,还能在加工过程中保持晶圆的表面平整度和粗糙度,成功解决了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变形、裂纹和污染问题。 这项技术的突破,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,也让国际同行为之侧目。 要知道,在简薄机领域,日本的Disco和东京精密一直是行业的领军者。 这两家公司在全球简薄机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,其中Disco的DGP8761型简薄机尤其受到业界的认可。 它可以高效,稳定地实现厚度在25微米以下的晶圆简薄加工,几乎没有竞争对手。 而现在,精盛机电的DWGP12T设备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接近,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国际巨头的技术水准。 我们再来细看这项技术的细节。 精盛机电的DWGP12T简薄机能够突破30微米超薄晶圆的加工技术,这不仅仅是厚度的突破。 对于超薄晶圆,减薄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特别是在机械硬力控制,表面粗糙度的控制,以及加工过程中的热影响控制等方面。 传统的减薄机技术主要依赖于机械作用去除材料,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直接,但在加工超薄晶圆时容易产生表面损伤和残余硬力,导致晶圆的桥区变形。 而精盛机电通过技术创新,优化了简薄抛光工艺流程,成功将晶圆的厚度简薄到30微米以下,同时保持了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洁度。 这里我们要提到全球简薄设备市场的格局。 当前,全球简薄设备市场主要由日本企业主导,其中DISCO和东京精密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。 根据市场研究数据,2022年全球简薄机市场中,DISCO和东京精密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8%,几乎垄断了这一高端市场。 而精盛机电作为中国本土企业,能够在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展露头角,得益于其在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和突破。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DISCO的TACO工艺。 TACO工艺与传统的简薄工艺不同,它保留了晶圆的外围边缘部分,紧对晶圆的中央部分进行简薄处理。 这种工艺能够有效减少晶圆的桥区,提高晶圆的强度,使其在后续加工中更为方便。 而精盛机电在其WGP-12D设备中结合了类似TACO工艺的优势,同时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,使得其设备能够在精度、效率和良品率上达到甚至超越国际标准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看市场的需求。 近年来,随着5G、AI、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,对半导体芯片的需求急剧增长。 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,更体现在性能要求的提升上。 超薄晶圆的应用越来越广泛,尤其是在先进封装领域,它的需求量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。 市场对减薄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不仅要求设备能加工超薄晶圆,还要求加工精度高、效率高、良品率高。 京盛基电的WGP-12T设备正是在这种市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 它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,还为全球市场提供了一种具有竞争力的选择。 根据市场研究数据,未来几年内,超薄晶圆的市场需求将继续增长,而这种增长将直接带动减薄设备市场的扩展。 预计到2026年,全球减薄机市场的规模将超过百亿美元,而京盛基电将有机会在这一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。 接下来,我们要讨论的是京盛基电的战略布局。 京盛基电的成功绝非偶然。 这家公司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布局非常全面,设计大硅片、先进封装、碳化硅等多个关键领域。 首先,在大硅片设备领域,京盛基电已经成为国产长径设备的龙头企业,能够提供长径、切片、研磨、抛光等整体解决方案。 其次,在先进封装领域,京盛基电不仅推出了WDP-12T减薄机,还在研磨、抛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布局。 最后,在碳化硅设备领域,公司也已经开发了多款6-8英寸碳化硅长径设备和外延设备。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京盛基电的设备加耗材加零部件的一体化布局。 在半导体设备领域,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程度往往决定了一家企业的技术竞争力。 京盛基电不仅在设备的研发上不断突破,还在耗材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化上取得了显著进展。 比如,在减薄机的核心部件如磨轮、刀片、空气主轴等方面,京盛基电通过自主研发和优化,使得这些零部件不仅满足了设备的高精度要求,还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。 这种全方位的战略布局,使得京盛基电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具有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。 光伏设备是京盛基电的第一增长曲线,而半导体设备则成为了它的第二增长曲线。 未来几年,公司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投入和回报将成为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。 而碳化硅设备和材料的放量,有望成为第三增长曲线,为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拓展,提供强劲动力。 根据市场分析,未来几年,随着半导体产业的持续扩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,京盛基电的营收和利润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。 尤其是在先进封装和碳化硅设备领域,公司有望通过技术优势和市场布局,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。 在财务方面,京盛基电的表现也非常值得关注。 2023年,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9.83亿元,同比增长69.04%,规模净利润达45.58亿元,同比增长55.85%。 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,是公司在光伏和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双轮驱动战略。 展望未来,随着半导体设备市场的进一步扩展,以及公司在新技术上的持续突破,京盛基电的财务表现有望持续提升。 总结来看,京盛基电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技术突破,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,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对于投资者来说,京盛基电无疑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标的。 尽管市场前景光明,但我们也要看到,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,行业竞争也在加剧。 京盛基电需要持续投入研发,保持技术领先,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 总的来说,京盛基电凭借其在减薄机技术上的突破,以及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全面布局,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。 对于那些关注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投资者来说,京盛基电未来的表现值得期待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希望通过这次的讲解,大家对京盛基电和半导体设备市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